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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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看那一抹江山 晨曦變幻 通知新 werens 众生遂黃絕死而行 西水彎 目的幾端 竹亭燕揚 凳雀破獨木橋 頭頂著刀草茂 他為著山路壤 深藏懸崖澆 漫步如雲裏橋 他看著鑽石在香 患然間 天下群雄傾 不忍心将那剑莫尽 跑不开脚步 能远兄弟见的心 证明天子永不独行 转身看那一抹江山 晨曦变幻 众生虽黄绝似而行 西水弯目的寄宗 竹亭阳朝 风吹过独木桥 头顶着刀草荒 他为着山路绕 身旁悬崖脚 叛步如云里飘 他看着乱世在笑 笑笑笑 恍然间天下群雄情 不忍心将那剑莫尽 跑不开脚步 恩远兄弟见的情 证明天子永不独行 他不是叫我来他家吃饭吗 我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快抽筋了 他怎么不开口呢 这让我如何说呢 看你能想正经到何时 小兄弟 我觉得今天真的好热 你也累了吧 要不然歇歇歇歇歇 我 我 我 不用了 我想我去外面吹吹风就行了 看这傻小子的样子 好像是个正男君子 不过 我是不可能把到手的猎物给放走的 臭小子 你又来坏我的好事 我说过 有伟民除害 只要有我在 我就要杀了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莫非 莫非她就是派友所说的殃女 这下可糟了 派友 你一定会打赢的 你一定要赢啊 好 你竟然能打伤我 你用的是什么功夫 我 我 可恶 你给我等着 派友 刚刚真的好险哪 我却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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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友 你 你怎么了 你打赢了她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这说明你的功夫比她厉害啊 你不知道 这个男女 平时吸收了很多男人的灵气 就算我师父也打不过她 还死在她手里 我师父临死之前 将她全部的功力都传授给了我 我才能跟她打个平手 不然我根本打不赢她 可现在我却能把她打伤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到底是 我知道了 小兄弟 我知道了 肯定是你给我带来的 她的福气 我才能打赢了她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兄弟 我终于打赢她了我 派友 你先别激动 你 你打赢她高兴归高兴 我 我看 你还是赶快带我离开这儿吧 我现在害怕得要命啊 走吧 走 我打赢她了 我打赢她了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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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书上记载的法术 果然是博大今生的 看来我得不间断地练习才行 只是 五虎吉出 天子献 五虎教 到底在哪儿呢 到现在 这五虎图上 还是只出现了一位五将 不对啊 当初这五虎将出现的时候 我还没有找到主公 而现在他却不在主公身边 难道 是我弄错了 我还是好好地先观察一阵子再说 无论如何 真命天子 世观天象 我绝对不能这么做 你干什么 你奇怪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怪怪的 我哪里怪了 而且你身上也有一种味道 你一定不是人 你是妖 你才是妖 我 我可不是妖 我可是得到的白缘 你看 你看 如今未成人形了 你这个猴子不算妖 花蓉怎么可能是妖 再说了 我本来就是人 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才不是呢 就因为我是半元半仙 所以 我闻得出来 你不是人 你 要不是刘伯温要修炼天术 叫我看着你 不是 我才懒得理你们 你 好了 我现在找刘伯温 你呢 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待着吧 不然 我叫刘伯温念咒 到时候 你就痛不欲生了 我 想在主人面前说我坏话 我看你明明就是妖 我的鼻子是绝对不会闻错的 我一定要抓住你的把柄 让你看看我白缘的厉害 这不是陈云啊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进陈有亮的房间 而且看他们两个 不不碎碎的 到底想干什么 为时让你去打探的那个天书 你探得如何 师父 那三卷天书 的确是道家宝典 他说如果不是有缘人 是看不到天书上的内容的 这刘伯温 他一定是怕别人看他的天书 所以才使出这种轨迹 雕虫小技 不打紧 为时啊自会破解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想办法 赶紧把那本天书拿回来 师父 您当真要偷那天书 刘伟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为师都跟你说了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帮你吗 你 是 师父 我知道了 什么人 没想到这陈有亮心怀鬼胎呢 竟然想和他师父一起 偷刘伯温的天书 真是姑父 刘伯温对你的一片好意 是 师父 你们敢想他多少 你们的死期就到了 原来 齐齐阁姑娘 是朝廷的祭司啊 不错 这里原本住着一户大户人家 三年多前 自从妖女来到了这里 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 这儿的人不是死就是亡 我和我师父发誓 是必要和这个妖女决战到底 你 没想到我师父他壮之为仇 身先死 朋友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你想 你打败了那个妖女 也可以高位你师父的 在天之灵啊 对不对 太好了 今天晚上 咱们就可以安稳地睡个好觉了 不 我们今天晚上不但不可以睡觉 还有可能要来一个生死之战 生死之战 我打伤了那个妖女 她一定不会山拔甘休的 一定会来找我报仇 朋友 那你现在赶快跑啊 跑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怎么能跑啊 除非我死了 要不然我绝对不离开这儿 真汉子 你看 我朱重八生平 最佩服你这种人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我决定 我也不走了 你要和我做朋友 嗯 你也不走了 好 我决定留下来陪你 那你不怕吗 好朋友嘛 就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况且 还有你这个武林高手保护我 我 我什么都不怕 好 好朋友 好兄弟 你 对了 你不是要等什么人吗 她是谁啊 她叫沐云 她也要去豪州 跟我去找标叔的 对了 潘勇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 对付那个妖女 有啊 我师父 她留给我一个绝招 不过我师父说了 我到最后关头 不能使用她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等到 我想等的那个人 我师父说了 大招只能用一次 如果那个人不在我身边 我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啊 那 那你现在 哎呀 我现在不用也不行了 那个妖女齐及格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嗯 丑头 是我连累你了 哎呀 说什么呢 我们是好兄弟 潘勇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你对付那个妖女的 嗯 我们现在 要不要先 布置一下 当然了 你不让我走 啊 我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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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我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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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好功夫啊 你把里儿怎么样了 你放心 她现在过得好班了 不过 她的生死 由你来决定 你这话什么意思 如果你肯为我效命 和我一起对付白莲教 我杀了刘普通跟韩山童 我就放了韩灵 否则的话 你做梦 我是不可能帮你的 既如此 你别怪我 林二 师父 你想做什么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 他的生死由你来决定 现在 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师父 不要答应他 不能死不出息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毁了整个白莲教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师父是不会答应的 你就等着受死吧 这小子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定 怎么样 你要是再不答应 我就杀了他 不要 什么 答应了 你到底是谁 白莲教是什么地方夺罪你 你要这么对付他们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白莲教 补独共戴天的血鬼深仇 站住 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 怎么都是字画 糟了让他们跑了快追 看你往哪儿跑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不要脸啊 你骂我找死 快走 爹 快走 咱们不是要钱吗 干嘛要杀人 咱白莲教也不容易 咱白莲教也不容易 来的都是农民 没钱怎么扩大 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是个死孩子 真倒霉 今天白干了 咱再去找下一个吧 哼 白莲教 我从山下爬了上来 我只得自己发誓 我一定要学武功 所以我就四处寻找 终于让我遇到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师父 他教会了我武功和用毒 从那一刻起 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灭了白莲教 让白莲教的人 都变成活死人 全都为我所用 为我父亲报仇 你这个人 太心狠手辣了 就算你想报杀父之仇的话 干嘛要伤起那么多无辜的人 说得倒轻松 但灵儿 我知道你是韩山童的孩子 我没有抓到你爹 为我父亲报仇 那是 现在你落在我的手上 他们当初不知道我的丧父之痛 现在我就要让你爹知道绝后之痛 好 就算你杀了我 你至少得让我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嘛 老伯伯 你叫什么 我叫你老伯伯 难道 你忘了我们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了吗 我虽然是途经此地 但是 我遇到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天江江大人 与我白莲教圣童韩灵儿 白莲教圣童 那是什么呀 老伯伯 你常住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可能不清楚 我们白莲教 就是替天行道 推翻顺地 收复河山的组织 那个时候啊 我只告诉过老伯伯 我是白莲教的圣童韩灵儿 而当你第一次对我用毒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你婚姻的时候 我就可以一刀杀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你的内力充沛 武功高强 而且还是白莲教的圣童 正好可以为我所用 这个身份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所以 你就是老伯伯 不错 我就是那个老伯伯 你心子倒挺细腻 不过我现在就杀了他 凌儿 杀了他 你 我借救凌儿的时候 他就已经告诉我你的事 所以我们两个就将计就计 师父 我们做这些毒镖 配有毒针 真的就可以了吗 那是故意做给你看的 没想到 你还真的中计了 没错 我敢去救你的时候 你故意避弃装死 我就配合你被你抓住 目的 也是想让你自己露出马脚 你 你们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多谢盛童和女侠救命之恩 我们全村伦愿意投靠白莲嬌 多谢 我杀了你 你需要慢慢地 我杀了你 你不用再把我干活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四位 我杀了你 也不为是 你双眼 我杀了你 他不为你 放下我们的天树 刘伯温对我有恩有义 我这样做真的对吗 可是师父说 一定要把天树拿到手 不行 陈永亮 你不能对不起朋友 可是师父说过 男儿欲成大事 绝不能亲自手软 刘伟 对不住了 陈永亮 你胆子还真大 竟然串通好了 来偷这本天树 像你这种心术不正之人 怎么可能是真命天子呢 要不是刘伯温认定你了 我早就把你给杀了 这天树怎么没有字呢 他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臭道士会指使那小子 来偷这本天树 你还会说 不管如何 我替博温 管好这个 免得这些小贼 又来偷他 对了 刚刚博温去追那个道士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应该去看看 可能会多什么 姚云 我终于抓到你了 受死吧 胖友 是沐云 高头 是你吗 是我 胖友 快把她放了 沐云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 我白天来找过你 但是没有见到你 然后 然后我看见了一位姑娘 再然后 我就不知道了 一位姑娘 会不会是那个妖女啊 你快看看 沐云有没有什么事啊 沐云姑娘 你说的那个人 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特别的动作 她说我的衣服脏了 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但是我一看 衣服没有脏 一定就是她 在拍你肩膀的时候 只有中了她的迷魂术 所以才替她来到这儿 糟了 我的陷阱肯定被她破坏了 那 现在怎么办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来抓我 少做梦 抓住 怎么办 追 你是谁 为什么要帮我的天树 为什么要帮我天树 为什么要帮我天树 我不需要再连树 还是快走 你以为这样就能逃掉吗 你放开我 你个屁肯 你要干什么呀 你别拉着我 你 你这个臭小子 上次我就要吸你的精气 全被你给逃走了 这回你是逃不掉了 现在我就要吸了你 如果你真的能爱吸的话 那你就吸我好了 反正我又有臭又脏 而且我又是个臭头 你如果吸了我的精气的话 一定会被我的臭气 呛死的 臭小子 拿命 我呛死你这个妖孽 我呛死你 我说的没错吧 你吸了我的臭气 一定会把你呛死的 可不是我让你吸的哦 臭小子 我打死你 休得造孽 你是谁 竟然敢管本姑娘的闲事 刘伯温 我管你叫什么名字 坦白告诉你 别仗着自己会点法术 就来管本姑娘的闲事 当心我连你一起杀 妖孽 在这骇人还敢大言不惭 我刘伯温 一定要收拾你 抚摸剑 叹几剑处 想要火 我刘伯温 想要火 我刘伯温今天要替天行道 生了你这妖孽 大哥 原来是你啊 孙副力 你在这等我 我去捉药 又跑得这么快 我才把我解释了 那就跑得这么快 我没有 你怎么刘伯 Monsters 我应该应该 我我 你怎么不想 我 你怎么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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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 我 我 我 你怎么不想 李处 哪里跑 王蔚 怎么办 我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 我们走 看来这个妖女已经被我的复活剑所伤了 怎么回事 她追杀的好像是黄绝寺的那位小兄弟 这又是为什么 小兄弟 大哥 你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真的是你啊 可是 你不是被妖怪给害死了吗 我被妖怪推下悬崖 后来让人给救了 大哥 原来你叫刘伯温哪 一看你 就是一副有学问的样子 我以后能不能管你叫刘先生啊 没问题 对了 刘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一言难解 对了 陈永亮和我在一起 真的 你跟永亮在一起啊 他在哪儿呢 他和我一起住在那边不远的客栈 我带你去 好 走 走 妖怪站住 你没干什么 妖怪 你一会儿变男一会儿变女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赶紧把手头放了 没错 要不然我跟你拼了 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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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沐云 你 这 你 你 你这 哎呀 这 你 哎 沐云 你 这个戏弄我 看我不杀了你 那你就试试看看 刘先生 他们都不是坏人 都是我的好朋友 请你不要伤害他们 我知道 只是这个人性子太急躁 我是逗他的 刘先生 这位是潘勇 潘勇 这位是刘先生 你们 小废话 赶紧的 走什么走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有什么好说的 他对我们这样 你还对他这样 到底谁才是你的朋友 我 你什么你 赶紧走啊 你别拽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们干什么呀 走啊 刘先生 你刚才跟我说 你跟程有亮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住在那边的月来客栈 好 请你告诉程有亮 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一定要告诉他 走啦 你们别拽啊 为什么要快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而且 有人还要偷我的天书 他到底是谁 难道这些事情 莫非 是冲着主公的 人吗 听不开亮 我得赶紧回去 保护好主公 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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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这弗洛军的剑气 实在是太厉害 就算我运够 也无法恢复 你当然不能即刻恢复了 对了 你是谁 干嘛救我 又为什么 我问的伏魔剑会追杀你 难道你是妖 我才不是妖呢 我是当今朝廷的女祭司 我叫齐齐阁 不像你是个妖精 你说谁是妖精 你别不承认了 那伏魔剑可是有灵性的 它能自动追寻妖孽 本来她是在追杀我 却突然转向你的 你不是妖 你是什么 你 好了 我们别在这儿多说废话了 也多亏了你的出现 我才躲过了伏魔剑的追杀 所以 也算是你救了我 我是来帮你的 我帮你 不错 只要你把这个吃了 你的伤很快就会好 这是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害你的 这是当今朝廷 给皇帝治伤的灵丹妙样 里面有千年的和首屋和灵纸 只要你吃下来 而相信你的伤 可能对着会好 果然是珍贵的样子 多谢 多谢 那你可以应该疗伤吧 那你可以应该疗伤吧 主公 主公 主公怎么会躲在我的房间 主公 你醒来 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会躲在这儿 我也不知道 我进来拿天书的时候发现 你拿天书 不是 我是说 昨天我听到打斗的声音 所以想进你房间来看看 没想到没有见到半个人影 却见到天书掉在地上 我刚想拿起来 没想到却被人打扰了 对了 你赶紧谈谈 这天书还在不在 第一却和第三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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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二却田书 昨天我在休息之时 随手放在一旁 没想到居然遭气了 第二却田书遭气 第二却田书遭气 这可怎么办呢 看来 我是准备掉虎离山之气 掉虎离山 昨夜有一个蒙面人 来盗取我的田书 当时我将田书从他手中打落 然后追了出去 那有没有抓到那个蒙面人 没有抓到 让他跑了 跑了 难道是师父回来拿走了田书 可是他又何必将我打晕呢 奇怪 知道我有田书这个秘密的人 省之又省 没有几个人知道 那个盗书的人 怎么会知道 我有田书呢 所以我怀疑 那个盗取田书之人 就是我身边的人 你等 刘伯母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对了刘兄 你对你身边那个书童 了解多少 主公 你为何怎么办 恕我直言 我看你那个书童 生性好动 而且眼神不正 不知 这田书师妾之事 是否和他有关 这 当然了 那肯定是十分信任的人 你才把他留在身边 只是 田书师妾 事关重大 我看还是小心为妙 主公所言甚是 不过 那田书非凡人之眼所有事 有缘者才能看不见田书 看来那偷田书之人 亦非泛泛之辈 对了 主公 昨夜我在追那蒙面人之时 意外地发现了朱崇八 崇八 嗯 他没有死 他并没有死 他被人给救了 太好了 看来 以后又可以和崇八相见了 对了 你折腾了一晚上也辛苦了 不如早些歇息 我就先回房去了 多谢主公关心 主公也早些休息 好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完全恢复了 多谢 不用客气 对了 你怎么会知道那把伏摸剑 是刘伯温的呢 你是 走了 天已经亮了 如果他发现 会不躁无理 他会对我起疑心 对不起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怎样 不觉了 例えば 你居然就这样走了 对 这是 你们要干什么呀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找陈友谅啊 臭头 我不是不让你找陈有亮 只不过那个叫刘伯温的 他会妖术 我怀疑他跟那个妖女 是一伙的 不会的 刘先生是好人 你们让开 让我去找陈有亮 等了万年等来的是错 他等了大万年深寂寞 他对她的凝惶难都错过 滴着泪手心满满横长 年轻飞过着的是心痛 花成了一片烟熄灰 他 收得上 埋在心里最深的地方 收得上 幻想 孤单心就会发达 收得上 待着 旧的伤 跳往远方 收得上 寂寞 收得上 寂寞 寂寞 麻醉了 那段落 此痛的 最终只剩下我 此痛的 剩下的只有我 收得上 寂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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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